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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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在欧美出生的第二代 你也可以有些人把我们想成说 我们中文英文都不错 或者你也可以想成说我们其实中文英文都不够好 所以大概1.5代就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蛮多人 我不敢说他们一定是1.5代 但他们都有很强的双文化背景 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 摩西 约书亚 以斯帖 尼西米 但以理 甚至新约的保罗 都是有很强的一个双文化背景 而且他的两个文化可能都是他很熟悉的 你自己是1.5代对不对 对 我自己是初中 就是我在台湾读完厨医 对 读完国医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作为1.5代的你 你会怎么样从一个insider 内部人的角度来跟我们来 分享1.5代这个群体的特色 我觉得大概会有几个点吧 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从负面上来说 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 我们真正属于归属感在哪里 对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美国出生 或是在欧美出生 所以对于这个国家 我们有认同感 但是好像又不是有最深的那种扎根的认同感 但当我们回到亚洲的时候 好像对于亚洲的文化 我们又不能够完全适应 对 所以从负面上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没有根的这种挣扎吧 对 那当然从正面来说 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文化 我们可能有比较多的认识体验 然后对于一些新的文化 也许我们的接受度也会比单文化的族群来得高 是 那过去这一年 其实COVID-19对于美国华人教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想不止华人教会 这个美美的教会 那特别你所在的南加州又是重灾区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过去这一年你对美国华人教会的一些观察 包括一些你的反思 确实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就是确诊数目 大概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我们已经大概将近一年没有十几聚会了 至少我们教会 那不管是主日或小组都是网路的聚会 对 那所以教会里面确实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我们花很多的力气 好像在维持在寻找 对 一方面我们好像想要维持住一个 本来以前的那个样子 对 那一方面我们也在这当中 好像要重新去建立一些规则 规范或者是手续 对 那在这当中 我觉得我们也都在寻找新的出路 对 我很好奇就是 当你今天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要努力维持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已经无法实体聚会了 以前习惯的聚会形态已经不同了 那么这时候当你说维持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想要维持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 我也一直在思考 我觉得好像可能每一个人 或是每一个generation 每一代 或是每一个传道人 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 我相信你问每一个人 可能都有不一样的 那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教会 首先我们的留学生事工 就是我们华语的留学生事工 几乎算是瓦解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都不需要进去学校了 所以他们要不然就是搬回亚洲 要不然就是 其实大部分都是搬回亚洲 因为他反正现在都是online上课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 新邀请任何的新朋友 对 也没有办法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 或是邀请新的人来加入 那我们的社亲也是 几乎是只有出没有入 对 所以 我第一个我可以想到的 就是讲到这个维持 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去维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多多少少 我们很多的人都在经历一个信仰危机 我们可能在疫情之前 我们没有注意到 但是在疫情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包含我自己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在维持我们信仰的 其实是参与主日聚会 参与团契小组 参与营会 参与服饰 参与跟团体会众一起敬拜 然后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一些 我们说圣灵感动 或者充满或者圣灵的工作 然后对有些人可能 是去参加短宣 参加每年一次的什么特会等等 但是当这些都没有了的时候 确实我们就在变成一个核心 就是那到底我们剩下什么 所以确实很多的人都出现 跟上帝信仰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讲到维持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 如果是就个人的程度来说 可能很多人都试着 试着在维持一个跟上帝的关系 那从教会群体的角度呢 你觉得大家在努力 想要维持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在长辈来说 就是比较年长的一辈来说 可能想要维持 或是想要找回的是原来的那个教会 就是原来教会的那个样子 你说中午有爱宴啊 然后团企大家见面很开心 然后礼拜天和家一起出门 这种感受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以跟 就是跟朋友一起在聚会后吃个午餐 聊一聊 对聊一聊什么政治啊 聊一聊 儿孙啊等等的 对就是可能对于老一辈的基督徒 可能他们要找回 就像你说一个那种合家一起聚会的这种教会的一个样子 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或是中生代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想要 想要去维持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事工 或者是找到我们事工的出路吧 因为年轻一代的毕竟本来变动性就比较大 在这一段期间也比较多的人就离开回国搬家 对那那因为毕竟年轻一代的我们会因为结婚毕业换工作去搬家 所以当疫情来临后没有办法有新的人加入的时候 那每一个事工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危机 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我们可能在维持的 either就是我们说的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事工去找到一个出路吧 是那我很好奇在已经一年过去了 那其实你自己也是个非常有创意的人 我从旁观察 那一定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事工找个出路 为教会的牧羊找个出路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你尝试过什么 然后你的一些评估 不论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还是这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 你曾经试着怎么样找出路 然后你的一些反省 我觉得我们这么熟我也就很诚实说 对就是我大概想不出什么是成功的尝试 如果有成功的尝试的话 我也很想要我也很想要知道 我们其实试了蛮多东西的 我自己也觉得我们 首先就是说我们也有也有就是说 在尽量在主日的时候 当然我们主日不能够实体聚会 但是我们在网路我们会尽量可以增加interaction 对不论是请小组可以一起用用zoom 或者是facebook messenger大家一起来听小组 大家一起来听讲道 那或者是之后可以有一些interaction 那或者是我们用用zoom 或者是用这些就是社交媒体来玩 一起来玩游戏 那我们也办了很多 我们觉得有趣或者是实用的讲座 比如说在疫情时候的心理健康啊 比如说关于新冠的尝试啊 比如说因为现在大家每天都盯着荧幕嘛 在家很多都在家工作 所以我们也有讲眼睛的保健啊 在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当时美国发生这个族裔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有请非裔的来跟我们分享 对那我们也有做一些信仰与生活的讨论啊 甚至我们讨论一些比较辛辣的东西 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A片啊 可不可以与非基督徒交往啊 可不可以练鱼工 练鱼家弃工等等的 就是我们也也做了很多 就是在网路上面 我们觉得可以吸引人 或者是甚至吸引不是基督徒的人 来跟我们一起得讲座 对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很难能够留下什么新人 那就算有也是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刚好搬家 对搬来的 对刚好他这段时间搬来我们这边 然后再找教会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我们大概是没有什么能够邀请新的非基督徒来加入的 对那这个是我的一个 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试了很多新的 我们觉得也有趣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 比如说一些YouTube啊 或者是一些这种 就是比较新的媒体 试着来做一些outreach 我想你自己也当起算是半个YouTuber吗 因为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过去的背景 读神学之前的背景 我自己在在我去读神学院之前 我自己是算是一个生物学家吧 那我在我自己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生物 那我研究所读的是molecular biology 就是分子生物 那我之后也是在社区大学教生物跟生物科技 对所以我在疫情当中 其实有看到你做一些YouTube短片 包括在介绍疫苗的working mechanism 他怎么运作的 以及试着去普及化一些 我们对于COVID-19防疫的一些认识了解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在过程当中 虽然你说好像所有这些尝试 都没有所谓的成功 但我想很多时候最宝贵的 可能是在错误失败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或成长了什么 那特别在我们都不知道 未来会如何发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一件 我们确定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转换我们的思维 变成从一个成功思维 变成一种成长的思维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未必我知道它一定会达到我要的目的 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自己跟团队能够在 回应上帝的使命当中 能够一起成长 有没有什么在过去这一年 你在很多这些挣扎里面 你个人或你觉得 你自己或你们的团队 有成长的地方 谢谢David有提到我的YouTube 那我也可以为自己打广告一下 如果是容许的话 欢迎你们去YouTube 当然 下面等一下会可以有那个连结 对 叫做阿班看世界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 我自己有想到 也学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些失败当中 我觉得我们可能凸显出 大部分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都没有太多非基督徒的朋友 OK 所以 所以其实当我们 在要邀请人来加入的时候 我们好像 好像我们也不太知道 谁一定可以邀请来 然后我觉得我们个人 就大部分的基督徒 至少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所接触到 大部分我们对于亲友的 这个步道能力 相对是弱的 是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习惯 以前就是说 那我把他找一个好玩的东西 邀他来教会 然后把他丢到教会里面 看牧师或是谁 可不可以去带他信主 那现在这一招没得用 对 要邀人来教会也不太可能了 是 对 所以我们个人 好像去 从关怀一个人 到带领他信主的 这一个流程 我觉得是弱的 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也 我也不希望大家是带着一个 Hidden Agenda 好像大家跟别人交朋友 是为了要 为了要跟他传福音 这不是我的意思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 大家好像都缺乏这个能力 所以当我们丢出很多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因为现在没有实体聚会 很难去follow up的时候 那变成个人的那种亲朋好友的follow up 或是带人信主 变得更重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我们团队里面 或者是我看到很多华人教会 普遍都缺乏的 对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教会 包含我自己 我们在面对这个挑战 或是变迁的时候 其实我们反应是慢的 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 是躲在过去 或是我们想要保有 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过去的思维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保持我们原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 可能在开会讨论规范啊 讨论规章啊 对 那我们的堂会 其实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堂会而已 所以我也看到我们教会里面 可能花了很多的力气 是在讨论一些规范吧 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对 那我们要我们要怎么样盛餐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这个这个YouTube的这个网路的这个主日 可不可以让人家留言 对 让人家留言的话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跟energy在试着在保有 但是我们其实对于突破 对于能够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不够的 那另外我也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觉得确实教会的世代 就是generation gap这个代沟 这个不同 我觉得是更被凸显的 我们在过去 我有做了蛮多参与社区关怀 捐口罩 捐防护衣 那但是我也看到就是可能比较年长一辈跟年轻一辈 对于这个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对 可能年轻一辈的会比较容易觉得说 当然这个是世纪的疫情 我们当然应该要比part of it 但是可能可能比较年长一辈的 可能他就会有不同的考虑 不同的想法 对 想到说那这会不会影响到 比如说教会的这个奉献 那或者是我们 我们在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这个社区关怀 好像对于教会的成长 不见得有直接的这个 直接的一个影响 对 那也不只是这件事 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 像是之前对于种族的冲突 这个可能老一辈跟年轻一辈 至少在美国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 那我也觉得也更明显的 因为 因为就是说现在年轻一辈里面 很多在习惯用的东西 就是像Instagram IG 然后像现在新的这个Clubhouse 或者是最近很红的 很火的这个游戏 Among Us 这种太空狼人杀 或者是我们在这段期间 很多就用网路来玩狼人杀 或者是看一些 追踪一些YouTube的channel等等 对 那 但是你会发现可能一些长辈 Facebook对他 再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东西 对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 因为看到长辈在用Facebook 他们就不想用Facebook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就 对 所以确实我们就看到说 是有很多的代沟 因为当年轻一辈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 长辈他有Facebook account 我们都觉得说 很不错了 对 所以在讨论一些方向的时候 突破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更明显的去带出来说 带与带之间的不同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所遇到的一些 可以说挣扎 也可以说是我看到的东西吧 是 那特别强到带与带之间呢 我想过去这一年美国也经过大选 当然我们这边就不谈细节了 因为这个太敏感了 甚至每一天美国华人教会 我有深入了解的 他们都为了大选的事情 几乎是有分裂 可能不是实质上的职堂 或者是教会分裂 但是就是群体跟群体之间的隔阂 是非常深的 世代之间的差异 也是 也是蛮明显的 没错 那你自己在看这个 北美华人教会的世代差异 你觉得有什么出路吗 或者是从牧养的角度 带领人做主门徒的角度 你觉得有什么出路吗 我想这也是很多今天 教牧同工会在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好的答案的话 大概我现在已经出一本书了 我其实也在想这件事 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疫情 确实它让很多的教会 它被迫提前的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样子 因为也许本来50年后的教会 就是很多人都不上实体聚会 在网路上面观看 对 那我们只是让这个提前来到 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是一个 是一个好的出路 老实说 对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回到一个关系 跟到底大家认为的合一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同的带中间 能够去真的找到共同的一个关系 跟可以认同的一个合一 我觉得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也就是说它的根本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以现象跟以未来需要的东西 只会越来越不同 那我目前看到的是 那个根基其实是弱的 对 因为光是讲到合一 可能长辈或是老一辈的基督徒 他要的其实就像David刚刚说的 是这个一起可以吃饭 大团圆 逢年过节可以大家一起 然后遇到特别节目 大家可以齐聚一趟 这个可能是一个合一 对于长辈来说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一起 对 那年轻一辈的合一 可能是他觉得他们的声音跟价值观 可以被认同 这个是他们要的合一 其实如果我们把 我们把它抽离从教会 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大家庭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今天爷爷奶奶 他要的可能就是儿孙能够齐聚一趟 这个是他最开心的 那比较年轻的人是他的声音 他的话语权 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能够被听见 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 这个家真正有温暖 有他的地位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把它扩大 其实就是教会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两个 就是几个不同的世代 能够认清说 到底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找到 可以找到共同的一些合一 大概是一个我可以想到的 从根本的去挑战 或是去解决吧 对 但是我也不敢说 这个就是这个方法 是 我听起来刚才突然有个想法 一个灵感就是 会不会两代之间 其实都在挣扎的是一个身份认同 那可能对年长者来讲 他在群体当中 他会觉得这个群体 就是他的身份建构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把大家拉在一起 这个群体的存在 就是支撑了他个人的身份认同 可是对年轻一代来说 他可能很想要在群体当中 凸显出我们的不一样 我觉得也可能跟生命阶段有关 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 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 我就是代表这个家庭 当孩子 逢年过节不回来 就是不合一 可是对孩子来讲 他在发展他自己的人生 他可能需要做出一些事情 来告诉爸爸妈妈说 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很爱你 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最终他其实就是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当一切的权威传统都被打破 都被挑战的时候 好像每个人都只好抓住 自己可以抓住的东西 来anchor我们的身份认同 但是不同世代 可能因为年龄的不同 也可能因为时代文化的差距 我们抓住的东西不一样 或许不一定是上一代 比较爱合一 下一代比较不爱合一 也不见得是 下一代比较自私 上一代就不自私 而是我们其实都在抓住 我们能抓住的 来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 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 那是不稳固的 所以我们要强迫别人 来认同我所抓住的东西 来肯定我的身份认同 那这个那么渴望去 别人认同我 后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都不肯定 我们自己是谁 那我觉得在耶稣的服事当中 有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耶稣非常的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当耶稣做一些事情 大家要拥戴他为王 要强迫他做王的时候 他可以拒绝say no 但是在一些时刻 他做一些事情是 好像众叛清理的时候 耶稣也不会为了挽回 那些离开他的人 而调整自己的做法 而是他真的知道 他是天父的儿子 他的身份是什么 或许回到在基督里的身份认同 会不会是一条出路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也凸显出 那么华人教会 或者是教会在遇到大选的冲击 疫情的冲击 我们会为这些事情而分裂 会不会说到底是 我们最核心的身份认同 并不是在基督里 并不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而是我们人就 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只是众多身份的一个身份 而不是我们最终的核心身份 突然的一个灵感 我不知道阿班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其实identity who we are 其实你一开始就要介绍我自己 我其实就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错乱 我觉得who we are 确实就会decide what we think 跟what we do 所以怪不得你可以出书 我不能 所以我同意 其实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identity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那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要大家能够去认知说 好我们都在基督 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身份其实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女儿 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谦卑 需要很多的沟通 需要很多的自信 对所以是 但是我不知道它执行起来可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的 另外我也很好奇就是 现在我们在疫情后一年了 然后遇到很多的困难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假设说我们回到2018年 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在北美 你知道2020年会发生这件事情 你会在牧养上做出哪些调整 或者你会对当时的自己 有哪一些提醒 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别人问过我 我发现我好像 好像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答案 我觉得我好像不管做什么 我大概都会陷在今天的这个里面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改变 现在北美教会我们卡住的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我刚刚有说 如果我们不要去维持过去 而是我们就重新有一个思维去突破 就是到底什么是教会 如果我们可以跳开这一个 因为其实在北美在我们就说北美的白人的这个教会 其实他有一些教会是在这个之前 就已经是完全走网路教会的 他就是做网路的事工 然后他就是做Bible App 对其实我们在北美大家用的这个一个Bible App 其实他就是一个叫做YouVersion 他其实就是一个网路教会去做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跳脱这一个 也许如果我跳脱Local Church 就是地方教会的这个既有思维的话 如果从国度的角度 我大概可以想到几个 想到两个吧 我觉得第一个是 也许我们可以更早开始去拿到网路的这种话语权 或者是平台 如果我们看现在有名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或是YouTuber 其实很少是真的以基督徒的角度在在做的 就是真的有名的 对那那实际上有在基督徒在做的YouTube 给我的感觉大部分也都是给基督徒在看的 对于非基督徒的吸引力好像也不是最大 所以我在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早 就是不管是YouTube Channel 不管是Podcast 不管是抖音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早去拿到网路的这个话语权 我们可以更早的有creative的方式 去跟一般大众 特别是非基督徒 去做一些可以吸引他们的东西 但是里面包含着我们信仰的价值 或者是我们信仰的一些想法 对这个是一个我想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大概会更积极的去看到 所谓次文化的重要 因为我这个其实David我们之前也有谈过 就是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其实是觉得很多的次文化都是不务正业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万般皆下平唯有读书高的一个 所以对于华人文化里面 特别是我们父母会觉得小孩 不管是学文学啊漫画啊动漫啊影片啊 这种都是所谓的不务正业 但是但是好像这些次文化 我们认为的次文化其实是在现在或者是未来 都是越来越重要的主流文化 对所以我想大概我会想说 如果教会或者是或者是国度 我们可以做更早可以开始 不管在文学漫画动漫影片等等 去做更多的投资跟创新的话 可能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出路吧 是 那如果今天在访谈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burning passion 你心中很想要跟全球华人教育分享的 也许跟你刚才讲的是相关的 也许刚刚跟你讲的是不相关的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我想我大概会分享两个好像相反的东西 一个是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 就是每一个人跟周围人的关系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普遍来说 基督徒其实很少有非基督徒的朋友 或者是非基督徒的好朋友 所以在这疫情当中我觉得特别明显 就是好像我们就更难要人来教会 那所以我觉得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与周围的人的关系 我们与非基督徒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可以关心他做他的好朋友 有机会跟他分享信仰 但是又不是带着目的性的去关心他跟他做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会希望全世界的基督徒或者是肢体 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有这样子的操练 那但是在另一个极端就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胸怀世界 我自己可能 可能我对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不知道缅甸的首都在哪里 或者是多哥在 那当然这不是地理考试 不知道是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比非基督徒 更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在为世界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国家或者是种族在祷告 我发现我们华人是活在一个安全为上的一个观念里面 在过去 我在这边不是要讲我自己有多厉害或是多好 但是因为刚好我有去过印度 然后我在2017年也去过伊拉克 去短宣也去那边看 那我发现我跟大部分的华人讲起来的时候 讲到我去印度 大部分就很多的人不管是不是都是反应 就是说那边是不是很危险 特别对女生很危险 那我在2017去伊拉克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ISIS还在 那大家也都说哇这好危险哦 就是我发现大家想到都是安全跟危险 但是其实很少人对这两个地方是真的去了解的 那我在伊拉克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经验 我还我还蛮震撼的 我在伊拉克我在北伊拉克那边 我在那边认识了一对 从中国的地方教会拆派去的 的长期宣教士 他们就是住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是跟 就是住在一个难民的村落里面 他们就跟他们同住 你知道他们跟我分享说 他们其实常常在为世界祷告 然后常常在关心世界 然后他们发现伊拉克那时候出现ISIS 然后造成很多难民的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的教会就祷告他们 就祷告有没有人愿意去这个 这个难民里面去做这个事工 所以他们就这一对年轻夫妻 其实是有两对 但有一对回国 他们就自愿 然后就是去那边就去定居 那你知道大部分我所接触的华人教会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库泽族 或者是亚兹地这个族群 但是在中国 我发现他们有蛮多地方教会 他们都很关 当然地方教会 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这个 就是中国家庭教会 有家庭教会的 这个他们自己的软弱或是问题 但是确实我发现说 哇他们会固定的在关心普世 然后会拆派人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我们所有的华人教会去学习 是 对 这种胸怀世界的这种 哇 是 我想最后我们这个 使命们图的podcast 其实我们并不是标榜 我们要提供答案 而是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我们都在学习 然后去观看上帝的作为 并且去寻找探索 我们可以如何回应上帝的使命 那么未来呢 如果在这个podcast当中 你自己会希望听到谁被访谈 或者是哪一类的主题领域 是你个人想要继续成长的 你希望可以听到的 我的答案可能比较世俗 我其实想要听一些中生代 或是新生代的一些这种创业家 或者是一些中生代的这种 老板级的人物 不一定要是基督徒 对 其实他不一定要从基督徒的角度 但是可以跟我们谈商业扩张 他们的思路 他们怎么样 有creativity 他们的眼光 他们的经验 我觉得这些可以帮 是不是也许有一些东西 可以帮助教会走一些新的路 或是有一些新的眼光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可以想得到 我知道这个答案不是很属灵的答案 对 但是我自己倒是蛮期待说 就是基督徒可以跟这些非基督徒的 这些中生代或新生代的 这些成功的这些businessmen 可以去学习他们的眼光 他们的经验 因为我觉得他们成功 他们的creativity 一定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 我不是说我们要照单全收或是copy 但是我觉得有我们可以有脑力激荡的东西 对 第二个是我觉得 可能我也会想要听一下 就是说 有更多的关于这种出世跟入世的平衡吧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被 好像是被 算是被圣经命令 我们要过一个出世 就是我们要保持圣洁 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入世 我们要与人有 要能够道成肉身 与人有好的这个关系 那这样的平衡 我觉得 好像是我们更多可以谈的 因为在很多的基督 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 我们是固定的在 我觉得好像我们在 在走一个两个极端 就是说早期 我们从 我们有一些是固定的在 反对一些世俗的东西 不管是早期的重金属音乐 或者是炼瑜伽 到后来比如说Harry Potter 或者是Twilight 就是暮光之城的 到现在鬼灭之刃 你都会看到有一些的教会 他是积极的说 基督徒要跟这些东西 要跟他划清界限 这些都是可能在 在属灵上面是一个不好的 对 那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可能有一些的极端 就是 我也不能说极端 就是好像说 那没关系 这些东西我们照单全收 我们还可以用在 我们教会的 这个一些 不管是崇拜 或者是什么里面 对 那其实这也没有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更多来探讨 怎么样是好的平衡 然后怎么样可以 有一个出世 但是入世的 这个观念跟生命吧 这个可能是另一个方面 我会想要去可以去听到的 是我想这让我想到 就是斯托德牧师讲的 基督徒一方面要聆听上帝 一方面要聆听这世界 那我们在聆听世界的时候 既不是照单全收 但是我们在聆听的是 这世界的文化 这些文化产物 它到底背后凸显出 人们的渴望 人们在惧怕什么事情 人们的盼望是什么 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们既不属这世界 但我们又在这世界当中 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很高兴 可以邀请到阿班 来在南加州 跟我们分享 那期待未来 我们还会有更多 这样的互动访谈机会 谢谢阿班 谢谢David的邀请 谢谢大家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阿班对话 在之前的访谈当中 谢牧水院长提到 希望能够探讨科技 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以及我们从信仰的角度 该如何回应 而今天阿班牧师也提到说 希望可以听听 更多新创企业家的分享 而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 本身就集牧师创业家 和天使投资人 于一生的Phil Chen 陈信生来与我们分享 内容非常的精彩 我自己都很期待 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下周见